大家好,我们是新加坡瑞兴创业华文中心,我是宋老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喜欢吹牛的家伙》。 喜欢 喜欢 吹牛 吹牛 家伙 家伙 有一天,狐狸藐视地对猪说, 你是世上最愚蠢的东西, 比起我来,你简直是毫无用处的废物。 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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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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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讲,也没见你做出多少有意与失的事啊。 我的毛皮受到人们喜爱。 猪不服气地说, 我说说我的功劳给你听。 首先,人们上供祭祀用的三声,缺我不行。 请客吃饭时,也同样要有我。 怎么能说我没有用,贡献少呢? 不服气 不服气 功劳 功劳 上供祭祀 上供祭祀 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我说说我的功劳给你听。 首先,人们上供祭祀用的三声,缺我不行。 请客吃饭时,也同样要有我。 这时,一只羊从这里路过,听到狐独和猪的争论,他插嘴说, 我顾一下 Jenforest qst,你俩要的是我可以独担下来说 rice leur Richt人 怎样? 还是我比你们有用吧! 路过 路过 争论 争论 插嘴 插嘴 独单下来 独单下来 这时 一只羊从这里路过 听到狐狸和猪的争论 他插嘴说 你俩夸耀的是 我可以独单下来 怎样 还是我比你们有用吧 这时 突然窜了一只老虎 把狐狸 猪 羊 全都吃了 突然 突然 窜 窜 老虎 老虎 这时 突然窜了一只老虎 把狐狸 猪 羊 全都吃了 在老虎 在老虎 宝餐一顿走后 熊 走出来了 他把老虎 吃剩的肉 给吃光了 在老虎 餐一顿走后, 熊走出来了。 它把老虎吃剩的肉给吃光了。 然后捂着肚子说, 越是没本事的家伙, 越是喜欢吹牛。 不过到头来, 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猛兽的食饵。 捂着肚子, 没本事, 猛兽, 食饵。 食饵。 然后捂着肚子说, 越是没本事的家伙, 越是喜欢吹牛。 不过到头来, 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猛兽的食饵。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分享, 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故事等着你们哦。 每周一到周五, 晚上八点半, 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 晚安, 祝你们做个美梦。